虔诚的诵经声传遍整个禁思堂 吉祥月马来西亚分会一连三天 与花莲禁思经社连线 礼拜递葬经 1400多位志工凝聚三年 我觉得我很幸福 我有这个机会 现在话聊期间还可以出来 没有什么副作用 那些很感恩 众人齐聚的共振力量 也让礼建中深有感应 发愿在自己有姻缘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分秒做慈祭 好像妈妈最近的意外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经过慈祭的 一些上人的法的寻陶之下 我会愿说 这么我加入了慈祭这几年 我付出这样多 这么佛菩萨没有保佑妈妈 而给她跌下来 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 就是因为我有念经了 把那个意外的减为最低 拜经结束 禁私团队制作了糕点与众人结缘 希望大家把这份法喜 为已故家人追思 也为全天下虔诚祈福 大爱新闻 庄慈林 李绿阳 彭敬贤 马来西亚报道 小明天下虔诚祝